后天星期三就是从阳节了 各地的慈祭志工提前帮长者庆祝 在高雄有一位85岁的长者蔡飞雄 因为高雄气暴和慈祭节缘 虽然一个人数 但是生活规律身体硬朗 志工邀请他来分享经验 白雪公主再度走进森林 却发现树木和动物都不见了 慈祭志工演出舞台剧 用逗趣的方式传达爱地球就要付出行动 现场民众深有同感 发愿如素 志工办活动邀社区长辈庆祝重娘节 老年生活怎么过才有品质 蔡飞雄上台分享经验 他在高雄气暴期间接触慈祭 因为是一个人住 志工持续关心 陪伴中发现他六十多年来 用撕下来的日历纸写日记 怎么和儿女相处 他有一套 因为长辈们的付出才有现在的安居生活 志工奉茶所感恩 希望社区长辈感受到温暖 更希望他们能开创乐伙人生 大爱新闻派一专专专睿平 高雄报道